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剛剛我們1比1在史丹夫橋英招比賽中逼和了車路士 這場球雖然只是打和,但感覺上好像贏球的感覺 因為大家看畫面看到,我們追回1比1,已經到保時階段 大家的球員非常有激情 這場球雖然我們80多分鐘才輸球12碼 但我相信當時球員都沒有想過這場球會輸 亦拼到最後一刻,所以這場球對我們的士氣是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的確正在挑戰前四行列 這場球還沒踢之前,我想過 如果我們可以技術性擊倒車路士的話 就真的用自己的實力走進去前四 但其實上半場我們真的非常接近 但很可惜,有少少抓到鹿,不會脫角 如果上半場我們已經能打開紀錄的話 其實我們這場球是有機會贏的 但說真的 Gran Porter 即車路士的領隊 亦都不是散油的燈 他在上半場已經作出一個很重要的調動 亦都令到車路士拿回很多的優勢 所以這場球其實雖然一直都是0比0 去到其實兩個領隊 都已經換出一個比較上保守的陣式之下 才有球進去 但這場球無論看戰術上高 或者看鬥志上高 都是相當正賽的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出場陣容 其實也不是太大的變動 斯朗拿奴當然是沒有踢 後面也沒有 第幾個手籠 馬天尼斯拍著華拉尼 就是中堅 華拉尼 我特意的一張照片 現在畫面看到左下角的照片 就是華拉尼 在下半場受傷的情況 大家看看 你看到我們對球的士氣和團隊的精神有多好 就是華拉尼受傷出的時候 其實每個球員馬天尼斯、Anthony、塔洛茨 每個都跟他說一大堆事情 我相信是鼓勵他 因為這場球這麼重要 在這個時候受傷 其實對於他有沒有機會征戰這個世界盃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還有萬聯還有幾場很重要的球 但是你看到一群隊友在鼓勵華拉尼 說真的 是沒有假的 這些是沒有假的 另外左右兩閘都仍然繼續 是梳爾踢左閘 右邊就是阿達洛茨 中場說真的 以我們的球員來說 最強的中場可以這樣說 就是卡斯、美路、柏主、艾力神 前一點就是班奴 老實說 其實我們上五場為什麼拿到這麼大的優勢 就是因為他們三個 待會會慢慢再說 另外由於斯隆來沒有得踢 所以被迫著 我們也是一個前鋒 就是福仔 說真的 狀態一般的 新組都被迫著打左邊 而Anthony就是打右邊 這場球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看到配置 車仔方面 打一個類似3、4、3的陣式 出了集位球員 包括Corella 即是新買回來的那個 Ben Chilwell也有出路 兩個都打左邊 一個是翼衛 一個是三中堅的左邊 另一個右邊 就有阿斯比拉利古達 阿斯比拉利古達 即是他們的隊長 所以你看到 他們中場方面 只有佐真奴 和Loto Chitt 兩個都在 真的虧張了一點 但明顯地看到 Gran Porter的配置 是希望打我們兩邊的 但幸好 我們中間的三個球員 尤其是卡斯美路 現在真的完完全全 融入了我們的球隊裡 亦都告訴大家 他在曼聯中 現在的中場有多重要 尤其是他們三個 就完全搶贏了中場 令到我們在中間 找到一些空位 尤其是車路士 尤其是他們 雖然打三中堅 但大家都知道 泰高斯華 始終的年紀 上下的活力 都是還有的 但是 相比福仔來說 就真的差一點 所以 我們上半場 的確是拿到幾個優勢 而27分鐘 艾力神 和卡斯美路 搶了球 給了Buno Buno第一時間 給了福仔之後 很可惜 這球球被對手的龍門封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相當之大機會 另外32分鐘 福仔也有一個 自己突破的機會 這球球 Anthony 就已經完全在他後面 做了一個幫助的角色 但是福仔最終 選擇了自己 沒多兩下之後 就射 說真的 這球球是中籠的 也是對手 救出來 這球球作為一個 射手的立場 說真的 我覺得福仔選擇射 也是 我自己覺得 沒有口罪的 但是之後 就去到35分鐘 Gran Porter 作出第一個換人 就是換走 換走 換入了 Kovacek 這個 這個變動 其實真的很重要 因為 換了這個變動之後 他們的中場 有三個球員 還要一個難打的 Kovacek 立即搶回很多攻勢 老實實 奧巴美揚 我也很久沒有看過他 踢球 我發覺他跟斯朗 都有類似的情況 可能年紀大了 樣子都慢半拍 扮了一點 當然 他的程度上 可能沒有斯朗那麼嚴重 但是 說真的 奧巴美揚 如果 略為 踢得比較強 其實那段時間 車路士真的有機會入球 但很可惜 他們都做不到 還有我覺得 這場兩隊 真的很多東西相似的地方 就是說 防守方面 真的打出一個整體出來 無論我們也好 車仔也好 很多時候 對手一拿到球 我們已經被迫回到球 所以中場那裡 其實大家都爭奪戰很厲害 還有很多轉動 很多時候我們一搶到球 就被人搶回 或者他們搶到球 我們就馬上搶回他們 這是很精彩的 中場那裡見到 但到了最後三個 即是無論是我們的最後三分一 或者車路士的最後三分一 就是你見到 無論是我們也好 車路士也好 都是還未練成 就是到了最後三個的時候 當你面對著一個很組織 很有組織的後防 如何去撕破 我們呢 在這個 對著 紐卡蘇那場比賽 這場比賽 金場比賽對著車仔比賽 而車路士對著我們的後防 亦都一樣 因為說真的 我們的後防現在真的練了很多 很多時候 過了一個球員 很快下一個球員 已經是補到位 而令到 我們很多時候 那一刻已經搶回球 車路士也是同樣的情況 所以 說真的 我們兩隊球 一個排第四 一個排第五 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家都是 有一點 大家都 不相伯仲 所以這場比賽 真的 無論是攻守方面 都看得相當精彩 說真的 但是 始終 去到上半場 44分鐘 這個最重要的一刻 就是我們最大的機會 就是在這裏發生 在對手上場 試著那個長球的時候 馬天尼斯的頭鎚 解圖給了 布林灘 布林灘 增進去了 彈表 說真的 道理 那球Canton 已經是 choice thể 先說느 誰知真的剛剛出界 說真的,這場球對手的路門 算是OK 其實之前好像很穩固 其實這場球我覺得他很穩固 我們有機會偷到 但Anthony這球球射歪了 令到我們上半場贏不到1比0 也導致我們贏不到這場球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到下半場 Tanke也看到洗息不對 但我有一點奇怪 為何他半場不換到51分 一分鐘就換費特進來換走新組 這個調動我認同的 但我只是有點不明白 為何不在下半場換 節省一個換人的次數 Anyway 換了也是好字 玩法就是 因為新組的狀態真的很差 防又不是有幫助很多 進攻就經常都自行 一個人在左邊 真的沒有什麼用途 結果就換了費特出來打算擾敵 但說真的費特真的是一如二往 老實實 費特經常在對方的三集線 甚至乎到K角位拿著球 都沒有人理會他 他自己拿回來 他真的很多次 去到對手的三分一 他就自己把球交給對方 或者不知傳去哪裡 所以說真的 費特我有時都明白為何他嘗試射 因為他本身交球都不太交給自己 很多時候 反而他再後一點會更好 他去到Final Third 真的很厲害 他反而再打回 他在中場的時候 有時會好一點 都偶爾 10球裡面都有一兩球傳倒 Anyway 所以費特真的做到一個擾敵的角色 以及搶球的角色 接著到57分鐘 華拉尼受傷 就換入蓮達洛夫 其實說真的 以前 如果這樣換入蓮達洛夫 我們就很拗底 但你看到剛剛這場球 由於我們的防守 已經是比較打回整體 所以蓮達洛夫這個速度慢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太過明顯的 但是很明顯他打後了一點 因為之前來說 馬天尼斯打後了 華拉尼很多次都去到差不多中場 幫手去幫球或者做球 其實這個也是你看到的配置 但是蓮達洛夫拿來之後 他比較少 起碼沒有那麼前 因為我想明顯地 大家知道我知道 彈牙樓都知道 他的速度是不夠 結果 班奴在七八十分鐘那段時間 射了幾個軟蛇 有一兩球射得中 也有炒飛機 所以這些 都是明顯地看到 我們始終在入攝方面 尤其是 後來連福仔 79分鐘之後 連福仔都換走之後 就真的有少少 老鼠奶龜 這個也是我們 要再進步的地方 真的 當我們面對一個 非常地踢得好的 組織力 即是 組織力比較好 整體的後防 我們怎樣撕破他們 剛剛 我們是兩場波 柳加素和 車路士這兩場波 都明顯地不足夠 這就是我們要繼續進步的地方 明顯地 79分鐘 剛才除了換走福仔 和艾力臣之外 就換入了 Ellenka和麥湯 明顯地換麥湯 就是頂頭脫的方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到最後 佛球和角球很重要 結果麥湯真的出來做了一個效果 就是輸了球十二碼 說真的 這球十二碼 我不評論了 因為我都覺得很奇怪 不過我只是想說一句 我們的後防球員 包括之前的 老麥 或者 蘇爾好幾個球員 都是的 經常兩隻手 抱著對手的球員 麥湯金場球 這球球也是這樣 好過死時抵抵 只要對手一跌的話 球證一看到 你兩隻手抱著 就很容易判十二碼 說真的 以前老麥踢得多的時候 我都說很多 為何經常都要這樣做 結果這次就糟糕了 糟糕了 那就是麥湯 輸了這球十二碼 說真的 班奴都做足事 又跟迪基亞 聊了一段時間 希望可以騷擾到左真龍 但始終 左真龍也是射掛十二碼的人 結果被他射入了 說真的 去到84分鐘 輸這球十二碼 當時來說 我覺得我們的團隊士氣 都是有的 你說是否一定能追得回 我就不敢說 但很明顯球員 是有想著要追得回 因為 之後呢 我們說真的 就是圍著他來踢 圍著車子來踢 雖然 我們的全球都是一般的 你看到都是敏敏的 但結果呢 就被卡斯美路 我估計他真的不停練頭罪 這次終於 就被他頂入了 但即場看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 會不會是聚人麥湯 頂入了 怎知原來不是 其實那球球就是 衛了給麥湯 怎知呢 卡斯美路就連麥湯的點都搶了 直接在麥湯前面 頂了那球 說真的 他已經在下跌下來 但是很厲害 他剛剛一個拋物線 就收死了 Capa仔 Capa仔碰到那球 拍了那球 撞了那球 撞了那球 然後已經入了 他才去接回那球 所以呢 幸好有高 就是高難技能 結果呢 就已經證明了入球 球證也吹了 1比1 這球 說真的 這個苦練的卡斯美路 終於被他弄回那球 開債 說真的 卡斯美路這球 開債之後呢 希望我們的 頭鎚攻勢 頭鎚入球繼續來 不是卡斯美路 有其他球員也是 因為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是有些頭鎚的機會 但是之前一直都把握得不好 那希望呢 這球開債之後呢 可以有入球繼續來的 那呢 現在那個聯賽榜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呢 我們跟車路士呢 仍然都是欠1分 而此呢 都是只欠3分 所以一場球的上上落落呢 我們絕對有能力呢 是上回第三位的 但是 說真的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呢 我們現在呢 如果那個trend 繼續下去的話 即是說 如果我們對著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後防 是發揮得到我們的 就是進攻的能力的話呢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做到的 那麼就看一下 我們那個 consistency 那個穩定性 可不可以做到 因為現在我們的trend 就是這樣 對著一些 普通一些的後防 我們是贏到的 對著一些 比較好一些的後防 我們就 即是進不了球 即是進不了球 即是這場球 即是進不了球 但已經是輸了 剛才進球 但是呢 你看到大家看到 我們已經對了車仔 對了熱刺 對了了 對上那個4對了 連紐卡蘇都對了 禮物浦亦都對了 那所以呢 餘下的比賽呢 只要我們對著 中小球的球隊 做到我們應該要做的話呢 即是理論上是可以贏了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贏了 餘下即是世界杯之前的球的話呢 我都幾相信 我們是有能力 即是如果贏得了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站在第三位 或在第四位 因為你今場部也都看到了 車仔和我們難兄難弟的 而此呢 說真的 他那道 氣呢 開始呢 就脆脆的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乾地的球是好打到氣的 那所以呢 即是暫時來說 世界杯之前的形勢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審慎地樂觀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同一個看法 但是 這一場球 我覺得最重要 讓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那群球員 沒有被施兩拿道事件影響到 而大家都是一條心 包括我相信領隊都是 我希望 大家一條心去為了球隊 付出他們的一切 這個呢 我想在我們 即是站在萬聯球迷的立場呢 你問我 這一點是極度之重要的 即是如果我們 奶奶閒閒的 就算被我們扶鹿贏了 或者好像以前 突然間禮神贏了球 其實都不是很好一件事 但是現在我們的防守 已經做回一定程度上的穩陣 如果我們的疫情那方面 繼續幫我們進攻那方面 做到更多的事的話 其實就希望我們今年 即是說真的 衝線四是有些機會的 儘管看看怎樣 不過 說真的 也都想說回一個幾大的弱點 就是說我們左右兩邊 無論是左邊也好 右邊也好 那個夾 夾的程度是非常之差的 而且 雖然頭的上半場那裡 我們雖然說 就是在中場那裡做得好 但是對手已經是有條方法 怎樣打擊到我們的抵押 即是我們上半場的迫搶 其實呢 對手就是說 艾斯巴利古達去到好邊 還有我們新組那裡 始終就是 可能就不知道差點 還是他和新組 和梭爾在抵押 就不太合適 結果中間有個漏洞 就剛剛在對方的三閘線 那個位置 幾球都在 就在艾斯巴利古達那個位置 就突破了我們的抵押 大家都知道 即是如果我們比較上壓得前的話 如果那麼容易地 經常地被人這樣突破了我們的抵押 其實危險很大 所以這件事情 我也相信 我看到 相信 坦克也都會看到 希望坦克就在這方面 看看怎樣可以再調整多一點點 因為呢 即是我們現在的前場的抵押 其實就開始慢慢承認的了 但是呢 講真的 每一個抵押都會有流動 而我們的流動 是怎樣可以填補 令到這個流動 不明顯得那麼緊要呢 就是要考一下坦克 繼續去 如何調整我們的球 但是呢 起碼現在我看到的正面的事件 就是大家 那個 團隊精神很好 也都是在防守方面 也都是之前比較好很多 進攻方面 我們怎樣可以再進步呢 就是那句 要基於我們防守繼續保持得好 而去加強進攻的能力 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做到的事了 希望呢 就是那句了 我暫時的目標 就是衛馬聯訂下的目標 就是在世界杯之前 我們可不可以打進前四呢 大家留言說一下 你覺得機會有多大好嗎 我自己覺得呢 機會是多於一半的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這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聲聽收看 拜拜